血脂高的人少吃三类水果 第一类水果 高糖的水果 在高脂血症患者当中 有一类人被称之为高甘油三脂血症 简单说就是甘油三脂升高的一类患者 这些人平时要注意少吃高脂的食物 也就是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说油条 火锅等脂肪含量高的食物要少吃 因为这种甘油三脂特别容易受到饮食的影响 你这高脂食物吃多了 它就容易升高 其实除了高脂的食物之外 甘油三脂高的人还要少吃糖 因为糖被人吃到体内之后 可以转化成甘油三脂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糖尿病的患者 你看他血糖高 你再看看他血脂谱 他那甘油三脂也高 其实这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 糖毒性带来的脂毒性 所以说对于那些甘油三脂高的朋友 血脂高的朋友 平时要注意少吃高糖的水果 就是糖分含量高的水果 咱试料别吃多了 吃多了也推升甘油三脂 第二类水果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水果 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 说这个水果水含量多 糖含量多 怎么还有脂肪含量多的水果 油 牛油果 椰肉 这一类的水果脂肪含量就比较高 对于这些水果呢 如果说高脂血症的人 尽量适量吃 千万别吃多了 吃多了也加重咱的血脂负担 第三类水果呢 就是这种红心的柚子 它有个学名叫西柚 这种水果呢 对于好多高脂血症的人来说 因为长期的高脂血症 需要长期口服他丁类降脂药 尤其是心法他丁 阿托法他丁 洛法他丁 三种他丁 这三种他丁呢 它通过我们肝脏的细胞色素酶P450 3A4 这个煤系统来代谢 但是这个煤系统 它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红心柚子这一类水果 其中含有的一个物质叫肤南香豆素的影响 这个肤南香豆素一影响到这个煤系统 就可能进而影响到这三种他丁类药物的代谢 带来副作用的发生几率增高 所以说对于那些高脂血症的人 如果正在吃他丁类的降脂药 咱尽量少吃红心柚子这一类的水果 希望张大夫今天介绍的知识呢 能够帮到大家 其实我近期也出了一本书 叫张志盈大夫教您科学降血压 这个书中啊 也介绍了很多类似相关我们生活中的细节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想获取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自己看一看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好 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咱们身边那些血脂异常的亲朋好友 给他们提个醒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